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小甜甜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是《一星战场》 故事的开始 主角约翰一心想找寻黄金洞来致富 却一直被人当作笑柄 不料一次 他又被美国军官抓了起来 要要挟他再次为国家卖命 但约翰早已厌倦战场 从牢中逃了出去 军官们起码出来追赶 却在路上遇到了土著 发生了争执 约翰扛着受伤的军官 逃到一个峭壁上的洞口 奇怪的是 辅助并不敢靠近洞口 转身离开了 走进洞里的约翰 遭到一个神秘人的袭击 约翰用枪打伤那人后 发现了那人手中的徽章 约翰拿起徽章后就穿越了 醒后的约翰发现 自己无法正常行走 但却可以跳得很高 他顺利跳到一处岩壁上 见证了一群小怪物的诞生 但与此同时 他也被这里的绿皮族发现 并带回了他们的营地 一天绿皮人把他当作宠物 让他表演时 蓝族和红族在空中发生了战斗 约翰被绿皮族带到了 岩壁下躲避战争 约翰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蓝族的公主遇难 跳上了空中 解救了公主 绿皮族组长 想让他登自己的左右手 但约翰拒绝了 夜晚 约翰和公主交谈中才得知 自己处在火星 就是那块徽章 将他带到了火星 而公主打算帮助约翰去神庙 然后再回到地球 但是他们进入了绿皮族的禁地 最终逃不过被族长发现 激怒了族长 族长要求手下解决了他们 但手下却把自己的女儿 索拉托付给约翰 放走了他们 前往神庙途中 索拉告知约翰 公主并没有带大家前往神庙 约翰放走了公主的坐骑 迫不得已的公主 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原来 他不想嫁到红族 以换取和平 最终约翰原谅了公主 并且来到了神庙 神庙里不仅存在 第九树光的秘密 约翰还发现了地板上奇特的文字 觉得自己的穿越 和这些文字有着联系 公主说 能找出其中的奥妙 但要回到自己的城里 查看书籍 激动的约翰 立刻带着公主前往城里 出洞口时 却被神秘人指示的怪物们攻击 约翰让索拉带着公主先离开 自己和怪物们打斗起来 正当约翰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公主的父亲 驾驶着飞船 袭击了怪物 解救了约翰 得到休息后醒来的约翰 得知公主依旧要嫁到红族 而公主问约翰 能否为兰族而战时 约翰却无法给出答案 失落的公主 把徽章交到约翰的手上 并告诉了一句秘语 但约翰并没有回地球 不巧被神秘人抓住 神秘人告知他 公主很快就会被杀掉 因为公主在神庙里 知晓了第九树光的秘密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逃出去的约翰 回到绿皮族的营地寻求帮助 但却发现此时的绿皮族 已经被族长的手下反叛占领了 新族长放出白猩猩来掠杀约翰 约翰凭借着来到火星 所拥有的巨大力量 成功打败了两头白猩猩 也向新族长发起了挑战 族长跳起想砍杀约翰 却被约翰一刀致命 约翰因此也得到了绿皮族人的认可 在婚礼即将完成之际 约翰带领着绿皮族赶到了现场 阻止了婚礼 战后的约翰和公主喝下了神水 顺利地完成了婚礼 但不料在深夜 竟被潜入的神秘人送回了地球 想再次回到火星的约翰 拿着黄金矿的钱 一直寻找着徽章 十年后 终于得知神秘人 其实一直都在约翰身边 所以他假装死亡 让侄子前往自己的坟墓 让神秘人再偷偷跟来此地 在神秘人要偷袭侄子的时候 约翰打死了神秘人 并拿到了神秘人身上的徽章 最终在侄子的保护下 约翰读出了公主之前 告诉自己的命运 回到了火星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 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